而吴东静昨晚经过复训之后 是以一亿元天价来交保 案件的最新进展 我们马上把镜头交给新伦 新伦请说 好 主播观众 晚上到晚宵早之前 星光人寿前董事长的裁定已经出来了 他被预令一亿交保 事实上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画面中呢 这一名穿着西装外套的男子 以及穿着这个白色串衫的 就是星光人寿所雇用的律师 以及相关人等 他们事实上其实在这个凌晨知道 要来到这边约谈的时候 就已经先在车上 准备了两千万的现金 要让吴东进来交保 但没想到呢 经过训问之后呢 现在目前是裁定一一交保 因此呢 他们是紧急向这个 新北检的检察官表示呢 他们钱不够 所以必须要回去筹钱 而且呢 是要求说 看能不能先让他吃个早餐 吃个药 让他神情 稳定一点之后呢 再进行交保 事实上其实回顾整起案件 先前因为星光人寿在之前呢 就已经被金管会 发现说 他们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 有问题 而且呢 这个吴东进来主导投资 已经涉嫌违法 因此裁罚了 两千七百六十万 后来呢 就在二零二三年的时候 六月要求他得停职 不过是即便他停职之后 还持续下着这个指导期 参加了不动产等相关的会议 而且还发现说 这个新版的这些质保呢 管理不当 也因此呢 在这一回呢 是被以这个特别背信等罪呢 来侦办 还约谈了17个人 其中呢 蛮多都是星光人寿的高层 而他们呢 也在今天凌晨 分别以100到200万交保 而稍后呢 如果有最新消息 将持续为你掌握 他们交保的情况 主播 好 一起来看到 星光人寿旗下 为在台北新医区的高级住宅 新版杰士堡 金船涉嫌弊案 检调货报之后 是表示 前董事长吴东敬等人 房子粗租之后 装潢工程的费用 却是由星光人寿来承担 另外还把房屋 无偿的提供给关系企业来使用 导致星光人寿受损高达1亿多 但是有关系人士就发现 这个内容是其实 是跟2022年的案件 是非常相似的 这个约谈内容书 推案 一推测应该是老案重炒 如果没有新的市政 对吴东敬应该很难有新的来裁罚 也推测这个威吓的效果 是大于实质的办案 可能是跟吴星宇 在2024年今年初 角逐副总统有关 怀疑可能是有政治力来介入 而吴东敬昨晚是经过复训之后 他是以一亿元交保 另外来看到 他们投资的涉嫌不法 新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 以被告身份约谈了 吴东敬等人道案说明 而对这起事件 星光人寿也发布了声明表示 此事对公司财务业务没有影响 本次的搜索也跟公司营运无关 另外就像刚才所说的 消息人士指出 约谈内容跟2022年相去不远 推测有可能是就案重炒 而星光金前董事长吴东敬 是以一亿元的天价交保 疑似涉及不法 不过早在过去 他的争议就不断 最受讨论的就是 星光金套牢宏达店 当时买了6000张 平均千元进场 到了40多块才杀出 惨排60亿元 星光金控创办人吴东敬 11号因星光人寿 投资的星光捷事宝 一涉及不法 遭到检调约谈 不过其实早在两年前 星寿就曾因不当经营 星版捷事宝遭开罚300万元 监管会证实跟这次是同一案件 对此星光金重训表示 依法配合搜索调查程序 不过在此之前 吴东敬就正义不断 2020年9月 当时是星光人寿董事长的吴东敬 造金管会点名五大缺失 包括资产配置 投资决策 风险管控等等 通通不合格 不仅重罚台币2760万 是史上第二高 下调国外投资上限 更下令吴东敬停职 还不得领取任何薪资 比如说他们里面有一个 叫做资产 资产跟负债的管理委员会 管理我们公司目前为止 我们投资的状况怎么样 但是没想到吴东敬 就直接安插人进去这里面 而且对这里面来说 有些建议他根本就不听 但要说最有名的争议 还是星光金套牢宏达店 没想到这个下半年开始 因为那边苹果告 然后补到就入口下了 这一套买了6000张 可是平均千元进场 长报整整四年 跌到40多块才杀出 最终惨赔60亿元 得要多卖两栋星光摩天大楼 才补得回来 更别提先前买进8星ETF跟公债 早就赔掉50多亿 某一次餐会里面 他跟王雪红见面 然后王雪红跟他聊了 宏达店的发展 他觉得哇宏达店很赞 所以他决定就直接买宏达店 但是我说照正常的程序是 应该是由公司内部人 做个决议嘛 他们一定要去call公司啊 有相关的报告啊 金管会也曾表示 新售投资部分 是主管机关长期关心的议题 毕竟金融机构每一笔财物 都必须用最高的标准来看待 东台新闻总报道 最新消息 星光人寿投资的星光结市堡 也就是高级酒店市园区 被检调怀疑涉及步伐 在今天遭到了搜索 约谈的前董事长吴东进等人 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呢 联乡请记者洪诗琴 来带我们掌握 好 观众马上点一关心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在北市信义区的 精华地段 这里是由星光人寿过去所投资的 星光结市堡园区 园区主打酒店市管理 过去也有许多名人入住 不过却在今天园区遭到搜索 我们掌握到检调兵分多路 除了是前往了结市堡园区来进行搜索之外 同时包含了星光人寿的总部 还有保险大楼 以及前董事长吴东进的住家 同步也遭到搜索 尤其吴东进他是以被告身份来进行约谈 好 整起案件的原貌是什么呢 根据了解目前外界质疑说 会不会是星光人寿过去在投资园区时 所出了状况 也有财经专家分析怀疑说 可能出现了相关背信 或者是有图例的部分 而这些都是后续检调有待追查的重点 检调兵分多路进行搜索之后 除了是带回相关人等 后续要送往台北市调处来进行约谈之外 后续在稍早的时候 星光人寿也回应将会发布重讯对外说明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这个画面大家现在就开了用空拍机去看那个北市客 我越开越火大 同样一块地 16 17 18 人家16这块地 看到没有 都已经有怪手了 已经有起重机了 大家已经开始开工了 另外两块 另外两块是便宜卖的 便宜卖的 现在还在养草 保安哥首先 今天柯文哲最异常的状况就是说 他针对这个T17 T18 过去怎么问他 他都说不要来去看台智光 怎么样都不回答 就今天主动加入战局了 今天早上记得问他说 他终于要讲了 柯文哲 柯文哲 这个我们讲北市客 好了 等一下 我等一下直播讲 他真的在直播讲了 但是讲完之后 我才发现一个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就是越讲越不清楚 连柯文哲自己都搞不懂 柯文哲他直播的时候 讲什么 所以说他今天最妙的是 他其实今天什么也没讲 他也讲不清楚 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还是被逼着要讲了 对没有错 来我们来仔细听柯文哲说的 他说因为BOT案需要投资计划书 需要符合我们政府相关的 还要要求他的回报率 所以我们才会要求他投资计划书 而地上权相对的 我们只是租地给他 所以不需要投资计划书 你讲完你把两个混淆在一起了 这个大外行 金人宝为什么要投资计划书 对对对 听君意习话 诈听有道理 对不对 听君意习话 如听意习话 对对对对 对啊 那为什么金人宝要 保险跟你讲啦 而且不止金人宝要 2020年我们T16 T17 T18软桥段 三个案子 三案并标 请问一下 有没有投资计划书 也是要啊 那期望2019年也是要啊 那为什么到了2021年 金人宝要 那星光人寿不要 所以客户子越聊越聊爆嘛 不是他还扯到了BOT 而且我们昨天也谈到的是 今天刚刚讲的 包括南山人寿 很多你在星光 在我们的信义计划区里面 你要标售土地 你也要投资计划书 对保险跟你讲一个重点 为什么信义计划区也要 因为你在坐地上权标售的时候 毕竟他是租 所以你要确保 第一个他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 再来他产业俱乐需要 所以各位啊 你知道柯文哲打脸自己在哪里吗 他在当年度2021年7月8月那个时候 公告在网路上的时候 他竟然有写一件事说 未来我们这边要打造智慧医疗园区 为了符合周遭生活所需要 所以你在跟我讲什么 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吗 那你当年的公告 为什么去什么都要 所以柯文哲这一点 讲不清楚说不明白 而且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在跟人家讲说什么 他说我来解释 为什么那个T16 T17 T18 三块价格不一样 哎呦 为什么说有价值哦 柯文哲回答问题何心呢 就保险哥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他怎么说 他说 因为T16 地点比较好 比较大块 所以我想说 我们都市哦 因为我们有一些想法 做法了 我们就去那边弄了 那个T17 T18 我们没有想法了 所以就不弄了 没有想法 听君意识话 如听意识话 我都会搞懂了 柯文哲自己 如同他形容的讲话 他自己也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案件嘛 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说 为什么三阶段 为什么两阶段 因为他就说 因为一个有想法 一个没想法 各位啊 你知道这件事情 离谱在哪里吗 T16 T17 T18 我们讲 以前19年 20年 三案是并标的 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认同 但是呢 请问2021年 现在大家都把三个案子 讲的好像都是分开来的嘛 都不一样嘛 那个请问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 请问一下 三个 他的开标时间 跟结标时间 全部都是在同一时间点 就7月多开标 然后9月30号收标啊 那请问一下 这三案子是并在一起的 公告都在一起的 说明会都在一起的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案子 请问一下为什么在一模一样的案子里面 然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 而甚至就连最后得标的价格 也是天差地缘 各位 他们会跟你讲 黄珊珊说什么 说没有啊 因为这个就时间啊 这个就没有人要来标啊 柯文哲今天也这样讲嘛 没有人要来标啊 所以没办法 这个价格是市场订定的啊 市场价格啊 对对对 市场价格嘛 对不对 那好 那各位我来讲 金人宝16是不是标了81亿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各位 当年2019年的时候 总共两万五千坪哦 因为金人宝现在只有一万四千坪 那时候标多少钱 八十六亿 底标 那宝雷哥那为什么金人宝是傻了还是撞了 那时候不标 我干嘛要花 所谓的八十一亿 去买 去租一万四千坪的地上泉 然后 过去曾经八十六亿 我只要加个五亿耶 各位他跟你讲乳肉饭二十五块价一块钱变大碗 然后这样挖不坏 可以增加一倍 不要 所以根本说不清楚讲明白 为什么要给新光这么低的底价 而且给了之后 现在新光刚才我们开头 各位看了影片 他藏了一个大猫腻 也就是新光的基地完全到现在没有动工 各位你不要以为这个可以乱来哦 相关市政府的规定有写 第一个 你的地上全必须要在三成到七成的规范里面 也就是你不能低于底价的三成 所以市价的三成 所以柯文哲已经违反这个 再第二个 五年之内 你必须要符合你当初申请的要件 然后迅速的动工 否则市政府是可以对你寄出手段的哦 五年之内哦 所以新光摆到现在只有一个道理嘛 各位没有人这么傻的啦 哪有人说我今天五十年 然后我白白浪费三年光阴 这个都是用钱在计算的 你会今天会去租一个店面 然后说我放在那边三年养蚊子吗 不可能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新光除了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套利空间 最重要的从头到尾根本没打算经营 恐怕是寄出要转手卖人 好 柯伯 今天当然想说 你们都说我的美食客有问题 我就出来说没问题啊 你是BOT跟设定电量权是不一样 还有我可不可以告减苏培啊 我几百里没有看过远大的 真金不怕火炼 我昨天在节目上面还有包含我在脸书上面 或者是我公开所讲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货真价实 而且有评有据 那至于柯文哲有没有跟元大见面 柯文哲难道忘记他之前这个办公室的实习生 是元大的外孙吗 这件事情不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议事厅上面还为了那个年轻小朋友 还跟大家道歉 说不好意思这个人进到这个市长室来 没有依据SOP没有公开临选 我跟大家道歉 第一次看到柯文哲那么客气 就是为了那个孩子 如果你都跟元大几百年没见 那金孙是什么意思 从哪来的 是 那个金孙难道柯文哲又泄漏了秘密吗 他不是金孙吗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今天上了节目之后 他原本想要把他这个讲清楚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没有认为他想讲清楚 他只想要说蒋万安不懂 他其实只是要讲说 蒋万安你怎么办啦 你什么都不懂 你说他唯一想讲的是 我知道蒋万安一定不懂 明白讲BOT跟设定性超级不懂 他市政不熟我可以理解 蒋万安不懂李四川也不懂 明明不是这个样子还要打 太没良心 没错 他就是只是要批评蒋万安不懂 所以蒋万安最近发起了这个东西 蒋万安不懂啊 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件事情 但蒋万安不懂 但我们之前大家所爬梳的这件事情 T16人保飙走了81亿50年 这个新光人寿用44亿飙走的T17 还在那边涨炒只用44亿 你告诉我为什么嘛 你告诉我为什么 一样的区域只是差了2000平 人保要花81亿来买50年 然后这个新光新兽只要用这个44亿 代表50年 你告诉我 这是市场价格 我是公开招标啊 我这个造成这个是这个 这个造程序来啊 对啊 那依照市场价格 人保租81亿代表什么 他觉得这有价值 那为什么T17 T18只有一家 而且你还绝标 你知道人保的那一块地 有四家厂商去标 代表他那个地方 其实是有在竞争的 那为什么T17 T18只有一家 你就绝标 对 为什么只有一家来 你也敢标 是 因为他说前面两次已经留标了 所以第三次一家就够了 可是条件不一样啦 对嘛 因为前面两次的条件是医疗专群 你这次没有医疗专群 所以你的条件不一样 你要从头来啊 是 你看你都适合当市长 对不对 吴董也适合当市长 只有柯文哲不适合当市长嘛 为什么 因为他把这个东西 脸脸之后会说 是不是其实他已经心目中 已经知道就是说 哎 T17 T18 新秀也说 突然有一个很恶劣的想法 前面两次会不会是幌子 哎 有可能啊 因为前面两次 就是虚招啊 我其实我所有的布局 都是为了第三次招标 有可能 也有可能就是反正两次前面 都已经流标之后 你要用157的脑袋 不能像我们这种脑袋去想他呀 对啊 因为第三次招标 我要不要把前两次算进去 由我决定啦 我是市长嘛 我说是第一次就第一次 第三次就是第三次嘛 没有他现在是这样 他是这样应该 法律规定 法律不应该是这样子 我同意吴董所讲的 因为你的招标条件都不一样 那一次就是第一次 对 对不对 你包含你的面积 你的土地大小 你包含你的使用 完全都不一样 招标资格改变了 对大大改变 只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那一次应该 2021年应该算是第一次招标 可是为什么柯文哲 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招标 就不能一加来 你必须要三加以上 你才能够投标啊 是 所以柯文哲为什么这么大胆的 就把他绝标了 为什么这么大胆就绝标了 而且刚好绝标了这一间 这个财团跟自己后来的关系 这么的密切 他的这个长公主 不只是他的不分区委员 还是他的这个总统 副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要讲清楚嘛 不要说要去告议员 这些东西都是可受公平 为什么 因为T17 T18 不是柯文哲你家的农地 是台北市政府的财产 我们守护台北市府的财产 我们提出质疑 不用告 讲清楚说明白 你到底跟厂商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没有就说没有 有就有 那有你就要经得起考验嘛 那你如果觉得说 你把这一次的招标 当成第三次招标 可经考验是什么 讲清楚说明白嘛 然后包含什么录音录影啊 我告诉你全部都没有 真的吗 他说你质疑我 什么台字光啦 金华城啊 北市柯文哲所有的会议记录 包括录音 我全部都公开的 我跟你讲 金华城有两次干事会 一次大会 你知道吗 两次干事会的第一次 完全没有录影啊 只有录音带啊 所以柯文哲 而且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上网 所以不要再被柯文哲 那一套所谓的公开透明 骗走了 他的上不上网 录不录影是选择性的 没错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次 我们礼拜三的时候 已经成立了两个案子的 这个公开调阅委员会 一个就是市北科土地的标秀案 标租案 还有金华城的龙基案 这两 这两个案子 所以你们要追这两个东西 对 我们议会会成立 这个调阅小组 跟市府调阅所有的案子 那市府在接到议会的调阅的时候 不可以说不 也就是说柯文哲在金华城 跟市北科标秀土地 这所有的资料 即将会公开在阳光底下 这也是我觉得柯文哲 今天为什么这么紧张 不敢接受媒体访问 只敢去直播 然后在那边 喷乱喷段喷 然后骂蒋万安骂我 但他却不敢面对记者 一问一答 急问急答的方式 接受监督 而且你知道这样讲 你觉得金华城台字光 搞不好都比北四哥还来得严重吗 金华城当然很严重 金华城很严重 金华城让威京小省 多了五千多坪的土地 依照那里现在的价值 一坪有人说一百 有人说两百 不管是一百或两百 都是百亿的财产 那为什么 你知道吗 台北市民现在很多都更的速度 都非常慢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只求一坪换一坪 都不可得 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省庆金可以到八百市的龙基 可以让他有这么多龙基 你要讲清楚啊 你觉得这件事情 你经得起考验吗 如果经得起考验 如我刚刚所说的 你所有的干事会 所有的大会的资料 为什么不敢公租于市嘛 再来 柯文哲今天讲什么 今天讲说 这个金华城的审查 我告诉你啦 都是委员啦 都是专业的 都是委员 而且现在都在李四川的办公室 是 我就要公开一件事 柯文哲是有专签 签过金华城的 金华城 省庆庆说 我要送哦 我要送都省 告诉你 我要增加什么 智慧城市的龙基 什么什么龙基 这是必须经过市长市 由市长专签之后 才会到都发局去进行审议 我就要问你柯文哲 你有没有签 如果你没签 这个案子不会进都发局 请问柯文哲 你是不是有签让咖公告之后 进到都发局去做审查嘛 这件事情你就不敢讲嘛 不要再推给专家的 就是你柯文哲